悉尼 本剧女主角 胆肥四肢发达 比例女主的BF杀人狂魔 大家好 我是快哥 相信看过惊声尖笑系列的同学 对于他姐惊声尖叫也不会陌生 本期快哥就要看惊声尖叫系列一 听说这和惊声尖笑完全不一样 是一部纯纯的恐怖片 不知道会不会把快哥的小心脏吓得砰砰跳呢 带着隐隐约约的好奇 快哥去看了 首先电影一开头 凯西接到一通恐怖电话 凯西一直挂 但电话却一再响起 像是夺命追魂call一样 然而真的就在凯西又想挂电话时 电话里的男人威胁他说 如果挂了就会被杀 哦 我的天 这样被威胁是傻子也不会挂 而后来事情进一步恐怖 凯西的男友史蒂夫被他抓住绑在了凳子上 好像被SM了 而且这个男人还很恶趣味啊 要和凯西进行 你问我打游戏 答错了就会被杀死 可是呢 快哥觉得像这样变态 怎么会轻易放过你这只羊羔啊 果然凯西答对了 可是凶手却以一个无厘头的答案否决了 所以啊 被SM的史蒂夫被开膛破肚了 感觉是一个挺悲催的小小小小小配角 而凯西虽然各种苦苦挣扎 好不容易看到他妈他爸回来 却还是被凶手残忍的杀死并掉在树枝上 什么杆啊 肠子散落一地 人的天性总是八卦的 每个人的体内都有一个八卦的分子 所以凯西和史蒂夫遇害的消息在第二天就传遍了 什么速度啊 要是快哥的话 遇害那天晚上就给你们传遍了呢 而女主角悉尼当晚独自在家的 要想啊 一个女生独自在家 凶手不找你就脑袋抽了是不是 毕竟这么好的机会嘛 所以凶手不是傻蛋 他找上了女主角 说他是女主角 女猪都一点都没错 一开始他还以为兰迪在开玩笑 后面他终于意识到 不是兰迪 而是杀人狂魔 可是呢 在对方说他 正在他家走廊的时候 我的天 他竟然不怕死的出去了 还调侃对方哦 真的是猪啊 脑子何在 快哥十分佩服他 果然杀人狂魔攻击悉尼了 幸好他伸手还是可以的 可能脑子不好使的人 四肢都是比较发达的 他躲过了一劫 然而悲催的比例被认为是杀人狂魔 哎 没办法 谁叫你女友是女猪呢 后来杀人狂魔又在打扣威胁他的时候 他才知道错了 哎嘛 现在才明白 真不知道脑子干啥子呢 而杀人狂魔仍不罢休 他还千里追杀把校长给杀死了 好吧 虽然快哥完全不懂杀死路人甲干啥子 我塔又弄杀了 剧情需要 我懂 悉尼身边的猪鹏狗友们 还毫不在意的开狂欢party 什么叫不作死不会死 no作 no的 快哥终于懂了 杀人狂魔也来参加party 拿肚子被残忍的杀害 话说快哥还是很喜欢这个身材好又白的美眉的 然而悉尼还傻傻的不知道自己的好友已经被狗带 打算和比例插插欧欧 而楼下一群人听到兰迪说校长被刺杀的效益后 一群八卦人士吵哄哄的走了 终于高潮来了 插插欧歌后的比例 摄影师和警探被杀人狂魔杀死了 悉尼好不容易逃脱出来 狗血的发现原来杀人狂魔是炸死的比例和司徒 快哥都感觉他们两个人都是疯了吧 互动对方计划好了之后 一直像神经病人一样叽叽巴巴的 难道不知道这会给女猪机会吗 果然 邻尼像超人上身干掉了司徒 而比例也被开枪打死了 没说错吧 谁叫你们两个一直在逼逼逼的 我都想直接杀死你们算了 好吧 你们亲爱的快哥又要说再见了 萨又来了 本片是维斯克雷文指导的一部恐怖电影 虽然说这部电影是恐怖电影 然而被惊声奸笑恶搞之后 就会想起相关恶搞情节 建议胆小或者喜欢搞笑的观众 先去观看精神奸笑一 再来看会有不一样的滋味